早上好 欢迎收看7月20号的百格城报 我是敏和 这个月才开跑的汽车保险自由浮动价格机制 现在交通部也有意思要延伸到路税 以便奖励和鼓励那些守法和记录良好的驾驶者 今天马来报每日新闻在头版就刊出了这项消息写道 驾驶越多 路税给更多 因为路税采取自由浮动价格机制之后 将会按照驾驶者的交通违规记录和交通工具的使用情况 来决定路税要给多少 不过交通部长廖中来却说 这一切还在探讨中 不是现在就要落实 新台下事报独家报道了 大马IS的新领袖 也就是年仅25岁的佛哈尔奥马 已经被炸死了 他是在叙利亚北部城市拉卡的一场空袭当中身亡 另外报道也指出 分析家发现IS在亚洲崛起了新的战场 就在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 那里聚集了大约100名外国斗士 而且人数有可能还会陆续的增加 很难得的是 今天的新报头版给了体育新闻 专门报道了田径选手凯鲁 他日前打破大马男子200公尺 乘封49年的全国记录 新报标题就写到打败恐惧 点出了凯鲁能够打破记录 是来自于克服了两个内心障碍 一个是起跑犯规的恐惧 一个是自疑自己的恐惧 无独有偶的事就在昨天 我们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我国跳水女将张俊宏 他在匈牙业的布达佩斯举办的 国际泳联世界游泳锦标赛中 女子的10公尺高台跳水中 勇夺了大马第一枚的女子跳水金牌 为大马缔造了首个跳水世界冠军的历史记录 这次富商参赛的张俊宏 在决赛中发挥了出色的表现 完成了5次的跳水 累积了397.50分 并且以1.5分的差距 惊险打败中国奥运跳水冠军任倩 和亚军斯亚杰 张俊宏随后也在脸书发表贴文表示 对自己创下了历史感到难以置信 更表示说不知道该说什么 和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 至于同样晋级女子10公尺跳台决赛的 大马跳水公主潘德雷拉 则以322.40排行在第9完成了比赛 换个焦点 在全球掀起热潮的西班牙拉丁歌曲 Despacito在YouTube的点击率已经超越了20亿 之后却在大马的广播电台RTM宣布禁播 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从RTM收听流行歌 可是在政府方面 通讯部长摩罕莎莱就说 在跟进投诉之后 RTM的评估小组重估之后 决定禁播有关的歌曲 政府这样的决定就不晓得 会不会引起其他的电台也跟着禁播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反而助长了大马人的好奇 想找来听听看 Despacito歌曲的名字意思是《慢慢来》 这首歌曲是由波多利哥的男歌手 路易斯冯熙和杨基老爹合唱 网路上也有人翻译出歌词 其中有两段用字包括 让我走进你的危险地带 直到刺激出你的叫声 可能就被诚信党妇女组艺术与文化局主任阿丽查 指出涉及了色情内容 还有鼓吹性爱 不符合我国奉行的东方价值以及伊斯兰教义 不过随着歌曲在RTM进播之后 也掀起了大马网民的讨论 有人就认为听不听应该是属于个人的选择 也有网民支持进播 认为道德价值应该受到维护 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